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昨天发生枪击案 造成包括枪手在内四人死亡 一人受重伤 根据美联社引述 参与调查工作的执法官员指出 枪手是一名教授 怀疑是因为向内华达大学求职遭到拒绝 才会痛下毒手 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 而原定在明天即将到访拉斯维加斯的美国总统拜登则表示 尽管发生了校园枪击案 但它还是会继续形成 拜登强调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了600多宗大规模枪击事件 造成了大约4万人丧命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美国政府绝对不会让枪击案变得正常 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昨天 美国拉斯维加斯发生校园枪击案 造成包括枪手在内四人死亡 一人受重伤 警方到场后 随即疏散校内人员 并指示他们在离开时必须高举双手 警方也派出直升机在校园上空盘旋监视 至于枪手的干案动机 目前警方还在调查中 毕鲁宪法法院裁定 现年八十岁的毕鲁前总统腾森 昨天在家人 律师和部分国会议员的陪同下离开监狱 现场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不少支持者来到监狱外声援腾森 2009年 腾森因为在两起绑架杀人案中 犯下进他人权罪 被毕鲁最高法院判处了25年监禁 数百名巴拉圭人 昨天聚集在巴拉圭国会大厦前示威 抗议立法者未向允许政府使用退休基金的退休改革法案进行投票 尽管巴拉圭政府表示 这项法案只是寻求建立一个监督机构 但部分反对者则认为 这只是政府想要挪用退休基金和养老金的伎俩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